各位好我是钱一家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2013年7月1日星期一来自于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那今天是下半年7月份以及第三季度的第一个交易日 整个的市场交易还是非常的活跃 开盘也出现了大涨 那今天有很多的机构呢开始进行建仓 可以想象的今天的交易应该是非常活跃的 现在道指的涨幅是1.0% 标准不快不快指数的涨幅是1.2% 而纳指的涨幅是1.4% 那整个板块当中可以看到呢 和零售相关的以及工业还有呢 金融健保都是出现上升的 但是呢像这个电力啊 则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经济数据方面今天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数据 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 那6月份的PMI制造业呢 指数是出现了这个下降是由51.9% 那另外呢ISM制造业的指数在6月份则是上升到了50.9% 那另外呢建筑支出在5月份呢 是环比增长了0.5% 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可以看到 中国也是公布他们最新官方的PMI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另外呢在欧元区方面 法国的制造业的PMI是上升的 但是德国是出现下降的 在关联注意下汇市方面 欧元在今天是出现了走强 支撑了大宗商品方面的交易 原来的价格上升到了每桶97.95美元 而黄金的价格也是反弹到了每盎司1256美元 另外可以看到啊 和黄金相关的矿产业的公司的股票在今天呢 是进一步的出现了上升 再来关注一下呢 各股方面具体的一些消息 那苹果公司在今天的由于有消息 正在日本方面 他们已经呢注册了iWatch 那期待呢 有新产品会上市 另外有券商对他们进行了升级 所以股价出现了上升 另外呢 在今天呢 受到券商升级的 还有呢 就是百思卖 他们是被瑞幸呢 进行了升级 所以股价呢 出现了大幅度的飙升 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呢 戴尔公司呢 他们大的投资人 伊肯呢 似乎获得了足够的资金的支持 目前他们的股价呢出现上涨 但是还不知道戴尔公司 到底他们的命运何去何从 再来关注一下 诺基亚公司 他们将出资呢 221亿美元的购买呢 他们和西门子一个合资 是计划当中呢 西门子所拥有的50%的股权 那目前呢 这个消息之后 他们的股价是出现上升的 再来关注一下 同样是和这个收购合并方面 有关的消息 Olyx呢 将要拒绝来自于 Amgen方面的一个收购 邀约认为呢 他们每股120美元的这个收购价格 有点过低了 目前他们公司的股价 可以看到啊 是飙升了超过50% 那事实上是期待 他们能够会 更高价位收购 或者他们本身的公司啊 会有更好的一些增长 他们公司则在表示 他们还在关注 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收购目标 最后关注一下呢 就是呢 这个Research in Motion 生产黑莓机的这家公司 在上个星期五呢 由于呢 不佳的财报出现了 股价大幅度的缩水 那今天呢 股价再次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现在他们啊 总的这个总值 依然是低于 他们的资产总额 目前呢 还并没有看到 任何见底的信号 以上就来自于 周一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 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